今天是大甲媽祖 九天八夜的繞進行程了 每年都會吸引百萬信眾參與 從地方信仰中心成為了文化活動 大甲媽祖對台灣人而言 不只是深厚的情感聯繫 其實一直以來 他也不斷地在為地方的漠視付出 他也不斷地在為地方的漠視付出 3 2 3 2 1 農曆三月大甲媽祖 繞進九天八夜活動熱鬧展開 每年的繞進路線涵蓋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四個縣市 橫跨了大甲溪 大渡溪 濁水溪 再獲深入嘉義的北港溪 所到之處沿途信眾 爭相 楞丘卡 楞丘卡是媽祖信仰中心的特殊禮儀 媽祖神教所到之處 信眾兩人成列 隊伍綿延 尋求媽祖的庇佑 趴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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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著趴著 趴著趴著 vorne芬 minute 風一下試沿著 Paul 千秋 south 當時ар落 心系 ew 趴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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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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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es 趴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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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大家都要去救平安 救一個精神的主持 救一個信賴 今天要來進行 就是要求我們合家 家裡大小孩 母子 每一個時事可以平安 回來可以空土台電視 要發展年代到哪裡來 航大的隊伍 有重型機車 擔任前導部隊 聲勢驚人 因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然後循著媽祖的路徑來繞進 然後壯壯身世 不錯 就是想說難得這樣子 對 參加一起 大家一起共襄盛舉 這裡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鄉下的感覺 大學生的一日遊 媽祖繞進行程 2013年獲得熱烈迴響 說很多信徒 傳出很多才的產品 傳出很多地方的美食 地方的團統 當年 薩甲媽祖心驚彰化 熱情信眾和抬教隊伍 發生搶神教衝突 熱鬧的宗教活動 看似衝突場面 其實都在顯現民眾 對於媽祖的熱情 以及期待被守護的心情 作為共同大家來參與 大甲媽祖的這個新年活動 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大甲媽祖所在地的鎮藍宮 人潮若溢 鄉客加上遊客 大甲小鎮 儼然是以鎮藍宮為核心 形成的一個廟宇商圈 大甲小鎮藍宮為核心 吃蚵仔不知道蚵仔誰 現任副董事長鄭明昏 是在地大甲人 媽祖對他而言 是一段根深蒂固的地方情感 大甲人以前就是 大甲媽如果要進入都會說 讓我們的四歲小孩好友 志到大學 可以說這樣 吃媽祖本 就回來煮點心給吃 這就是傳來的這種 很好的文化 跟著地方活動 循著媽祖的足跡 每年一度的繞進 已經是鄭明昏固定的新勢力 這時我到鄭南宮來 才比較有時間跟大甲媽 頭到要走 已經 和大甲媽已經20多年了 走出感情 走出自在 大甲媽的帶動這種文化 可以帶到台灣 現在已經數百萬的人來參加 大甲媽祖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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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的繞進活動 藝人仁賢祺也跟著媽祖 一起走訪了四縣市石家廟宇 展開繞進之旅 他繞進的地方是從大甲開始 途經了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然後再回家 所以藉這個機會 大家更了解媽祖 更了解這片土地 從市井小明到大明星 大甲媽祖的魅力 深深吸引著台灣人 不管是我們台灣的朋友 或是海外的朋友 都歡迎來親自體驗一下 媽祖的文化 還有就是感受一下 台灣的人事物 農曆三月 台灣人贏媽祖 年輕世代則是用12萬片的積木 表達對媽祖的敬意 還蠻花時間的 總共204片 然後一片大概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南華大學上百位學生 花了一個月時間 終於完成這幅長3公尺 換4.5公尺的巨幅媽祖積木 很多人都擺媽祖 所以看到媽祖被拼成這樣很興奮 積木作品將在大甲媽祖繞進時 在新港鄉公所前展出 這是大學生表達虔誠的方式 媽祖保留你 跟隨遶境的民眾 多半自發或呼朋隱犯 藝人自掏腰包 組團隊拍攝紀錄片 加油 加油 大家加油 加油 先請加油 來個吧 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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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團體陽光基金會 也是第一個獲得大甲媽祖的認可 也是第一個獲得大甲媽祖的認可 拔不會同意 可以參與繞進進鄉的團體 有口腔癌病友組成的陽光口友祈福團 由口腔癌病友組成的陽光口友祈福團 全程徒步跟隨大甲媽祖的步履 為台灣三萬六千多名口腔癌病友 誠心祈福 超幾年的時候 我的心來想就對了 我還沒想到 出來外套的時候 人會用什麼眼光看著人 三百公里祈福路 紀錄片的呈現 連續三年不間斷 參與繞進的陳天丁 今年將會再度穿上祈福背心 以行腳方式 為口腔癌病友 尋求媽祖的庇佑 有時候我們開桌的人 一大人去開桌後的人 然後九十歲 他不斷地面對現實 現在憂鬱症會造成 越走越走越後越艱苦 默默跟著媽祖的腳步移動 走過的每一個步伐 踏過的每一寸土地 呼吸著寶島的空氣 這是台灣人用自己的方式 對信仰最虔誠的敬意 媽祖去不走去不走 他就請妞 去台北大甲嬤 他怎麼過世 有時候問到阿嬤說 大甲嬤來 你要把大甲嬤求什麼 她說要求家的小孩大小 跟我的學生 需要發電 家的人一家平安快樂 都是為了家裡的人 健康平安 2014年人間三月天 九十九對新人 在大甲嬤祖的見證下 互許終身 我真的很喜歡這裡 所以謝謝 大家很喜歡 很喜歡人 很喜歡文化 天使 吉利人和 媽祖保佑 家偶天成 兩兩攜手 影響新人生 我們結婚了 大甲嬤祖和地方的互動 從信仰中心 從疾難救助 弱勢不遲 一直默默耕耘 震嵐兒童家園 六年前就從一片土地開始 竹起了守護孩子 最堅固的防護牆 兒童家園的小朋友 會主動幫忙園區事務 那是一種大家庭的氛圍 平安符 Q版的吊飾 還有金箔的平安符 限量的 請大家趕快來 一起來共享盛舉 參加兒童家園的愛心力賣 建立兒童家園看似容易 但這背後要肩負的責任 幾乎沒有編輯 那我們不敢說 我們大甲鎮南宮做很多 盡量能為社會 鬥事團體這一塊 可以去做一些公共 這是我們的 感覺說我們這兩宮要事要去做 高20公尺的大型媽祖Q版公仔 在千里眼 順風耳的護持之下 首度登場亮相 台中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 從1999年開始 成為中部地區的宗教大使 祝大家再新年一點 就是我們2013年 啟假宴是每年媽祖 繞境之前最隆重的地方式 在地大甲宗破塞 各自貢獻專長 豐盛的宴席 代表著對媽祖 最誠摯的敬意 一年一度的繞境活動 成為以台灣人為主要參與 對象的宗教盛世 因為有越來越多人的加入 讓大甲媽祖必誘台灣 庇護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每個人 大家覺得每一年 確實我們所辦的活動 我們都很節省 每一年我們都會盡量 找一些幫助一些 露兔團體的活動 2014年大甲媽祖繞境即將展開 即將具有歷史的信仰活動 持續守護台灣 來自民間的力量 因為有愛伴隨繞境的民眾 感受到滿滿的祝福 沿途的所見所聞 有人拍紀錄片 有人用照片來說故事 媽祖繞境文化 是許多人仰賴的宗教中心 對年輕人來說是一種潮流 對信眾而言 他們每年都要跟著媽祖的腳步 用自己的方式來堅持信仰 感謝今天的收看 我是李嘉玲 綜合天下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